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直播中的诚意,以一身古装造型出现在镜头里,青蓝色长衫上绣着细碎的竹叶,头发高高竖起,唇红齿白,整个风度翩翩的少年。 如今,开直播成了不少明星与粉丝互动的一种流行手段。 日前,还在剧组拍戏的诚意为了和粉丝们互动拜年,特别选在了大年初二的时间,在剧组拍摄的间隙。 想来应该是他正在拍摄的武侠剧《英雄志》《钟卢云一角》的造型。 而整个直播过程中,诚意不仅状态极佳,看起来心情也十分不错。 不仅满足了粉丝们的各种要求,笔,做鬼脸,笔心,看得粉丝们心花怒放,还在直播中大秀了一把自己的手工技能,用采泥给大家捏了一个小兔子。 而成义似乎对自己捏的小兔子也十分满意,看着自己的作品脸上,满是骄傲的神情。 不过成义捏出来了的兔子成果,就没那么好看了,圆圆的大饼脸,还有粉红色的鼻子和坑坑哇哇的耳朵, 唯有两个长耳朵能让人看出来这是个兔子,不然还真不敢想象。 但这样的兔子在粉丝们眼中可是可爱到不行。 这场直播中,成义和粉丝们像朋友一样聊家常,聊过年的习俗,会害羞地摸着腹部说按, 我的腹肌还在,他就像个大哥哥一样,嘱咐粉丝们新的一年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, 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,温暖而真诚的话语让粉丝被感暖心。 对比之前直播时的小心翼翼,如今的成义更显轻松活泼游刃有余, 看得出来他越来越享受在直播里跟粉丝直接对话的场面。 而成义和粉丝们就像是多年老友一样,在直播里坦诚地跟大家聊生活, 聊近况,聊理想,相互安慰和陪伴,这样的感觉真好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